地名是什么 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 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 是打开大好河山的钥匙 无数大的小小地名 组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中国 他们诗情画意 是品味千年文化的载品 他们均克沧桑 是几多历史的活化石 他们观像分成 更是连接每个人的根脉 欢迎收看中国地名大会第三季 50名地名高手齐聚一堂 快快快 找这个找这个 奉上地名知识的盛宴 南宁 基宁 宁德 辽宁 王台环节升级呈现 全新内容 精彩亮相 恭喜丹妻冠军 我们重温地名 产世地名 理解地名 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文化 了解我们心中的中国 用地名名记历史 以地名致近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下千年 罪恒万里 哄天之下 莫不虚名 有请主持人段淳 同地名看文化 同文化看中国 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优质生活创想家 华侨城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地名大会第三季 华侨城创新文旅融合 不能美好生活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北京段淳 团结凝聚力量 沟通促进发展 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为地名文化的交流 架起了一座又一座沟通的桥梁 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请到了两位嘉宾 和我们一起探索地名文化背后的奥秘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六朝博物馆馆长 胡阿祥老师 我是同城胡阿祥 问候诸位极限人意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黄双怀老师 大家好 我是同藩王双怀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本季地名大会的比赛规则 中国地名大会第三季赛制 红蓝两队将通过四个环节的对抗 产生积分较高的一队 随后该队25人将内部角逐出两位选手 进行地名天梯对决 最终胜出的选手将成为本场冠军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 龙虎争鸣 龙虎争鸣 由五道普通积分题组成 全场所有选手共同作答 每一人答对则该队加一分 第一题是一道地名文化题 两队选手 请听题 中国古代有很多地名笔画繁多 结构复杂 为了更方便人们的使用 从而改成了更加简单一记的地名 比如山西省的周治县 据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福所著的 元和俊县志记载 山区约州 水区约治 所以有了周治的名字 后来为了方便人们记忆 简化成现在使用的周治 请问以下哪个地名是简化而来的 答题结束 那么这条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丰都县 公元618年随朝的时候 设置的丰都是丰收的丰的繁体字 到了明朝红武年间 又加上那个耳朵边 笔画多达二十画 再到1956年 我们推出了汉字简化方案 我们国家相关部门 进行了全面的地名的简化字的使用 到了1958年 周恩来总理 来到丰都这个地方视察 看见此地 人民丰一族时 于是呢 改写成了现在这个简体字的丰 所以了解地名 我们看古籍里的地名 跟今天的地名 我们要知道繁体和简体的转化的过程 这是丰都提干你们所说的简化字问题 好 谢谢洪老师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两队选手的答题情况 红队答对21人 蓝队答对24人 蓝队是旗开得胜 第一站小小的优势领先 也希望你们这个优势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接下来地名文化题的第二题 各位选手请听题 西单是北京市西城区 以商业为主的街区 请问西单的得名与什么有关呢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牌楼 北京呢 它是我国牌楼最多的一个城市 明星两代 在北京大概修建了几百座牌楼 那其中比较著名的 就是东四牌楼呀 西四牌楼呀 还有东西长安大街的牌楼 以及前门五牌楼 北京人管在街上 独立建筑的一座牌楼呢 称作丹牌楼 那么人们就把东边的这个牌楼呢 称作东丹牌楼 把西边的牌楼称作西丹牌楼 那西丹牌楼所在的地方 就称了西丹 谢谢双华老师 我呀 无论是奶奶家还是姥姥家 离那个东丹牌楼都特别近 在我小时候 我家里的长辈说 您去哪儿了 我去丹牌楼 对他们来说 丹牌楼指的就是东丹 从东丹牌楼往北三战地 这地儿过去叫东四牌楼 那顾名思义嘛 就是有四块牌楼 而且呢 就这个地方呢 这个牌楼它是四面互相对着的 北京哪儿的牌楼 是一拉六走开的呢 就是双华老师刚才提到 叫前门五牌楼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学绕口令 有那么一句 叫前门楼子九丈九 四门三桥五牌楼 出了遍门往东走 离城四十到通州 通州倒有六十六条胡同口 有六十六个刘老六 刘老头这么老哥仨 它这个四门三桥五牌楼 就特指是前门 这五座一拉六排开的牌楼 你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 接下来是地名历史题 这道题要考察各位 对地名历史的了解 各位选手请听题 请在下列五个地名中 选出从该地名专名 第一次作为县级 即县级以上正区专名出现 到公元2022年 历史超过1000年的一个地名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山西安泽 我们这个地名大会第三季 很重视这一类题目的考察 其实这类题目真的蛮难的 那么为什么要考察这一类题目呢 我想是希望 引起大家对千年古县 这个地名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的重视 中国历史文化代代传承 很多地名呢 它的寿命也远远地胜过人 那么从这些地名中间 我们能感觉到 地名命名的一种方法 山西安泽 北魏建议元年528年所制的 名字怎么得来的呢 这个地方的北面 有一个安吉一个地名 就跟今天浙江安吉一样的 南面的一个泽权 于是取两个字的头 取名叫安泽 但是这个安泽呢 北魏时候设置的 不在今天这个安泽县 在这个边上的古县 就古代的古 到了隋朝的时候 606年改名为岳阳县 1914年 因为和湖南的岳阳重名 所以改安泽 而且呢 位置就是今天的安泽 所以这个安泽 实际上名字 是一直延续下来了 但它的位置是有变化的 接下来是地名滋味题 地名有滋味 多多拼实惠 全国更多农产品 都可以在拼多多APP上 拼单购买 拼多多推出农产品 原产地直发 优质农产品百亿补贴 将更多的新鲜实惠好物 带到您身边 现在下载并打开拼多多APP 一起拼家乡好货 那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两款美食 请各位选手 先品尝第一款 吃完了 我在节目上上的美食 我全部扫过 全部消光 品尝完毕 请听题 请选出该地理标志产品的全称 请作答 一致性还是比较强的 那么这条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利普玉 利普玉产自我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 利普市 今天呢 我们现场也请到了一位 擅长烹饪利普玉的大师傅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李贵发师傅 李师傅您好 你好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利普李贵发 这芋头菜品已经有20年左右 那李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利普玉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利普玉它是像黄锤一样 中间大两头小 一般的利普玉在两斤到三斤左右 最大的有洗几斤 切开里面是白色的 带一点点混红色的丝纹 口感是混落香 这是利普玉特有的 其实我国很多地方都产域 利普这个地方 它位于广西的东北部 它的北边就是桂林 西边就是柳州 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比较特别 原来这地方是不产域的 那么据说在明代的时候 我们知道万里年间 像番薯呀玉米呀辣椒呀 这些来自墨西哥的 这些农产品 通过菲律宾传到了中国 传到了福建 利普玉是由福建 章州传入利普的 首先栽培于 程西关迪庙一带 然后向周边辐射栽众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两队选手的答题情况 红队答对23人 蓝队答对20人 比分咬得紧 说明我们的选手之间 水平伯仲之间 竞争非常激烈 接下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给选手乘上第二款美食 怎么也好吃 肉干 品尝完毕 请听题 请在品尝之后 选出该地理标志产品的 全称 相对答案分布的 比较均匀 各位都有理由选 自己确定的那个答案吗 我们请来自外国的朋友 刘正希 可能这题对外国朋友会有点难 你选的是C选项 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蓝队的开罗旅正希 这道菜我觉得特别好吃 然后我的想法很简单 因为我看上面有很多的辣椒 据我所知 这个就是麻的味道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麻吉 你是从味道的角度出发 选了虫人麻吉 没错 您看我们这个中国地名大会啊 经常给大家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小美食 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味道都是很有保证的 希望大家能吃百味菜 苦辣酸甜各有滋味 从中选出您认为正确的那个答案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C 虫人麻吉 虫人麻吉到底是味道麻 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得名的呢 虫人麻吉啊 它的得名呢 不是因为它的口味是麻的 而是因为这种吉呢 它毛色是麻缓的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啊 虫人县的一位官员叫吴道兰 出任礼部善书兼东阁大学士 他把家乡的这个鸡 就尽献给皇帝皇后 皇帝皇后品尝以后呢 觉得很好 于是嘛就成了贡品 所以从人麻吉呢 刚才品尝下来 确实味道别具一格 酸口 香 好东西 截至目前 红蓝两队的积分情况 各自如何呢 红队90分 蓝队96分 红队的掌声呢 好像没有那么热烈 不过没关系啊 也许在下一轮当中 你们就能成事反超好吗 好 马上进入下一环节 跟着地名 游中国 跟着地名游中国 本环节将播放三个视频短片 选手根据提出的问题进行答题 每一人答对 则该对加一分 跟着地名游中国第一站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的同行 请看大屏幕 跟着地名游中国 大家好 我是峨眉山市罗曼利 峨眉山这个地方呢 相信大家一定有所耳闻 峨眉山位于四川省的西南部 地势陡峭 风景秀里 自古呢 就有峨眉天下秀的说法 这里中年长绿 三千多种植物 不仅让峨眉山成为了植物王国 更是给山里的动物们 创造了一个天然的乐园 乐园里最出名的动物 要属猴子了 当地人亲切地称呼它为 杂瓦 经过了翻山越岭啊 来到了峨眉山 野生自然生产猴区 在峨眉山生活着 五百多只藏球猴 它们可都是见过世面的 据说啊 早在明清之际 这里的猴子就见人不惊 与人相亲 如果您想跟猴子来个亲密接触 那就来峨眉山吧 一定不需自行 告别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 一路向上 就能登上峨眉山的经顶了 因为峨眉山经顶的温度呢 与山脚的温度啊 相差了将近13度 所以呢 大家来到这里啊 一定要换上一件暖和的衣服 以免被冻伤哦 看到我身上这身厚厚的装备了吗 相信大家知道 我已经来到了京顶了 峨眉山海拔3099米 天气好的时候来到京顶 一眼望不到边际的云海 一定会让您嘖嘖称奇 1996年 峨眉山呢 也是作为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 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 那说到这儿了 我也要考考大家了 峨眉山到底是属于哪条山脉呢 请作答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穷来山脉 关于峨眉山的德明 历道园的水晶柱 里面影译周记说 此山啊 去成都兰千里 就距离很远 然秋日清晨 万见两山相至 与峨眉也 就是说秋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了 能看见有两座山相对峙着 就像美女的一对修缠的眉毛 所以叫峨眉 峨眉山呢 实际上范围也蛮大的 它东西延伸有20多公里 面积有100多平方公里 我们小片中间的峨眉山呢 是指大峨 如果幸运的话 在峨眉山上面还能看到一个峨眉奇观 峨眉宝观 朝着太阳的相反翻向的云层望去 有的时候啊 可能会看见自己的身影 而且呢 影子外面还围绕着光环 实际上呢 是一种神奇的 自然的观学现象 那我们看一下 两队选手答题的情况如何 红队答对21人 蓝队也答对21人 这次真叫奇风对手 接下来跟着地名游中国的第二站 在河南省西部的鸾川县 有不少风景都深深吸引着中外游客 这里有一处美景 深藏在山洞里 那就是机关洞 这条长达5600米的洞穴 是天然的石灰岩溶洞 青桃乾隆年间被当地人发现 鸾川县制记载道 机关洞有四殿 如龙蛇之窟 洞中石花 石旗 石笋密布 一年四季的温度 都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 机关洞也被称为北国第一洞 严冬季节 洞内暖意融融 盛夏酷暑 洞中凉爽宜人 而鸾川另一处围景 就在老君山 老君山 仙气十足 这仙气不仅仅来自于金顶道观群 云景天鹿 更是这山间缭绕的淡淡雾隘 和山顶翻转奔运的云海 相传老君山极富特色的自然景色 也曾吸引老子到此归隐修炼 那么您知道老君山是哪条山脉的主峰吗 请作答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扶牛山 那么这个老君山名称的由来 当然是和唐太宗有关系 唐太宗他认为老子是他的祖先 所以唐太宗他特别敬重老子 把老子称作老君 我们知道老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他曾经在东周的国家图书馆当过馆长 他的学问很大 孔子当年曾经问道于老子 他的造语非常深 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老子 他就慈悲了他的工作 慈悲了洛阳 然后开始西游 明天相传说老子其实在此之前 曾经在老君山修道 这个地方有很多老子的遗迹 所以唐太宗把老子当年曾经修道的地方 称作老君山 所以在唐太的时候 老子地位非常崇高 道教也就被定为第一宗教 那么后来到明朝的时候 明神宗他也非常崇道 他侍奉这个老君山为天下明山 而且他赤字在山上大兴土木修建宫殿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山地上的建筑 的确是非同一般 谢谢双怀老师的讲解 跟着地名游中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三站 眼前这座神奇的山峰 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城 隐匿在贵州省的深山里 它就是范庆山的红云金顶 奇异无比 除了险峰 这里上一年形成的奇特山石 也成了范庆山独特的名片 上粗下戏的翻天印 独立称云的晴天柱 摇之欲坠的蘑菇石 更令人称起的 是一堆山石 它们水平马放 层层叠叠叠叠 好似数不清的书本堆叠而成 这就是名为万卷书的巨型岩石 不过真正能让范庆山 名阳天下的 是这里得天独厚的 动植物资源 方圆七百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 森林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繁衍着七千多种野生动植物 其中 前金丝猴和范庆山冷山 都是世界独有的 2018年 范庆山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那么 您知道范庆山 位于哪个地级行政区吗 请作答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同仁市 正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同仁这个名字 其实联系这段 蛮有意思的传说 古代这个大江小江交汇的地方 发现水底下有三宗 同仁 同坐的人的形状的 结果 捞上来一看 竟然是 如 佛 道 释迦摩里的形象 孔子的形象和老子的形象 于是呢 就把这个地方叫同仁 本来是应该就是人民的人 但是呢 如道佛三家都讲这个要仁义 所以呢叫同仁 然后范进山 这个地方啊 它这个取义实际上很简单 范天净土 同仁实际上也是 在我们的红色的历史上 也是有龙木重彩的一笔 当年这个红金缠针之前 赫龙 观献印他们 实际上在这里 创立过根据地的 是当时这个全国八大红色根据地之一的 前东革命根据地 同仁学院里面还专门有关于这一段历史的一个纪念展览 我也去看过 好的 谢谢阿翔老师的点评 本环节 过后两队的总积分情况如何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红队155 蓝队164分 红队的选手们 后面还有机会 继续加油努力好吗 接下来一起进入下一个环节 闻鸣而动 闻鸣而动 本环节共有两个部分组成 首先 红蓝两队所有选手将进行三轮突围 突围赛以线索提的形式进行 选取图片中的一个局部 并将其余部分进行模糊处理 随着时间变化 图片逐渐清晰 在此过程中 选手可随时答出该图对应的地名 每队答题正确 且速度最快的两名选手 突围成功 将代表本队登台作答 第一轮的突围开始 每队25名选手只有8人 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比拼当中 第一轮 请听题 请选出图片中所展示的建筑所在的D级行政区 A 黄石市 B 武汉市 C 实验市 请作答 一致性非常强的作答 一致性非常强的作答 就是这样的关系吧 黄鹤楼名声很大 在北宋的地理书《太平环语记》里面说 蜀汉的一位名臣叫费一 在民间传说里 费一得到呈现以后了 经常乘着黄鹤 来到这个地方休息 于是就变成了黄鹤楼 至于黄鹤楼的文明小二 跟文学作品的描写有关系 圣坛的诗人 最好的黄鹤楼 说 戏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你看这个诗写得 文人惊心又惆怅的那种梦 它慢慢地就成了 文学上的一个意象 而加深这种文学意象的 是李白的诗 黄鹤楼 宋孟浩然之管您 很多地方啊 就是因为文学作品 描写得太好了 然后一下就流传开来了 谢谢吴老师的解读 两队各自会有哪 前八位选手 进入我们下一轮的比拼呢 我们这轮过后 发现两队选手 答题速度之快 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第八名都在两秒钟之内 第二题 请听题 请选出图片中所展示的 建筑所在的D级行政区 A 葫芦岛市 B 铁岭市 C 沈阳市 请作答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沈阳市 图中的是沈阳故宫博物院 罗尔哈市在1625年的时候 他把都城签到了沈阳 在沈阳建立了大东殿和石旺亭 后来在皇太极继位之后 就把沈阳称作圣经 他的意思当然呢 是希望他这个王朝能够升大起来 后来在1644年的时候 清军入关 清朝的首都也从圣经 签到了北京 北京成为清朝的首都之后呢 圣经就成了培都 所以后来呢 圣经这个故宫 其实就成了一个博物馆 成了展示清朝先王遗迹遗物 和展示贡品祭品的地方 好的 谢谢壮华老师 答得最快的 会是各队的哪四位选手呢 恭喜我们这八位选手 突围成功进入到了 下一轮的答题当中 第三轮 各位选手请听题 请选出图片中所展示的 建筑所在的D级行政区 A 乌鲁木齐式 B 拉萨式 C 呼和浩特式 请作答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 B 拉萨式 图中的就是大招四 大招四呢 他的名字 藏语叫做佐拉康 也叫做绝康 这又是佛殿的意思 经过历代藏王的 不断地修齐 大招四就成为 拉萨最著名的佛教寺院 大招四的建筑呢 他集中了唐式建筑 藏式建筑 尼泊尔印度建筑的一些风格 看上去灰红大气 谢谢双怀老师的解读 那么接下来 美队四位选手当中 究竟哪两位 能够突围成功代表本队 上台答题呢 恭喜红队沈阳 李龙霄 吴州蒋介义 蓝队南阳刘小征 莫阳陈鹏 恭喜四位选手 千军万马当中啊 突出重围 四位选手先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胡州蒋介义 行遍江南清立地 人生只和住胡州 胡州素有丝绸之府 鱼米之乡 文化之邦的美誉 欢迎大家常来胡州 我是沈阳李龙霄 是一名医学院院校的教师 一朝发祥地 两代帝王城 希望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也希望我们的红队 在今天取得胜利 闭上 我是洛阳陈鹏 现在是武警警官学院的 教授党史军史的军校教员 楚风汉运 神韵南阳 大家好 我是南阳刘小征 欢迎大家常来 中国玉雕之乡 中国越籍之乡 诸葛公庚之地 河南南阳做客 四位选手 接下来要面对的 就是本环节的第一题 《鱼图看地名》 鱼图是历代地图 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 自然面貌 城市布局 红蓝两队两位选手 将分别进行鱼图拼图 完成之后 按下抢答器 速度更快的队伍 获得率先验证的机会 若验证失败 则验证权 交给对方队伍 若验证成功 为本队加五分 同时获得附加题 答题机会 回答正确 额外获得五个积分 回答错误 不扣分 两队的选手已经就位 我们红队落后于蓝队 我一定要拿组织20分 唯一的想法就是 能够为蓝队带来胜利 我希望我们的 这一期的单场冠军 能够从蓝队中产生 请根据左上角的提示 开始答题 加油 加油 快拿快拿 先找标子 这块中 这是最中间 我们的策略就是 我去拿板 然后去看这个板 大概哪个风味 然后由李龙肖先去拼 这个下面 不对 这个是这 这个是这 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 接触到鱼图提这个提醒 明显我们的战术 就是没有战术 你去那边 你去那边 你不管 你不管我 咱俩不要在一起 两队选手竞争非常激烈 这四个小伙子 美人是一脑子 大汉 准备加油 那就这个在这 对 对了 彻底对了 这样吗 对对对 现在都是对的 不对 这个有问题 我们两个都判断失误了 都把它给看成 四川成都宽展箱子 那个地方 红队的选手暂时领先 你们两个需要加速了 快快快 红队率先完成了 获得验证的机会 蓝队继续拼图 这边 对了 蓝队也拼图完成 接下来我们有请 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白红页上台 为两队选手验证 白老师您好 你好 白老师 可以说一下您的验证结果 红队验证成功 红队验证成功 这五分首先是揣到了兜里 这幅语图是清代 清河县人士张云轩 绘制的重庆辅制全图 他绘出了嘉陵江和长江 交汇处所形成的半岛 以及两江的流向 图中是以半岛上的 重庆旧城为主 相当于现在重庆市 渝中区七星港以东地区 和现在的地图非常相似 重庆辅制全图 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接下来请红队的选手 继续回答白老师提出的附加题 请听题 红阳洞是重庆市重点景观工程 也是如今的网红打卡地 在红阳洞的上方 有一座重庆的古城门 红阳门 请在途中找出红阳门的位置 红队选手请作答 我们红队的答案是 第二个B选项 正确答案究竟是不是B呢 正确答案是B 红队回答正确 恭喜红队又获得了 宝贵的五分 重庆古城有环绕于中半岛 近八公里的城墙 城墙上有十七座城门 红阳洞正好是位于其中城门 红阳门下方的巨大石窟 也叫红阳洞 神仙洞 我们看放大的图 可以找到红阳洞的具体位置 上面标注了红阳低翠 在附近我们也可以看到红阳门 在图中除了红阳门以外 还有千丝门 朝天门 这些我们现在依然熟悉的古城门 这幅重庆复制全图 是彩色语图 彩色语图绘制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接用彩色颜料进行绘制 这种图就叫彩绘地图 另一种彩色地图 就是先刻在木板上 然后再刷印到纸上 最后上彩色 重庆复制全图 就是木刻地图 木刻地图它能够多次印刷 更便于传播 我们看地图 我们经常讲这个地图和地名的关系 没有地名的地图 我们称为叫雅图 就像雅巴一样的 那么地名在地图上面 它能够反映相对的关系 地图上的地名 可以说是地名的一个总发布处 是一个地名的刊物 所以我们对地图上的地名 一直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么至于我们这幅图 所展示出来的 看上去很有意思 重庆古城 与众半岛的 八公里左右 有十七座城门 原来重庆有种说法 说九开八壁 为什么壁呢 重庆原来火灾频发 那么官府就说 水门洞开 就不能够克制火星 于是就把八道 共挑夫 挑尖水入城的城门 封闭了 那么八个壁门的主要的位置 是位于地势平缓的地方 或者低洼的地方 承担着城市排水的功能 那么您刚才说到 红崖洞 红崖门 这一块实际上 就是八座壁门之一 那还有九座是开的门 它承担着不同的交通 政治 经济的功能 是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 一个重要的方面 比方说朝天门大码头 迎关皆胜 朝天门原来我们 禅江那个能传还在的时候 我就在朝天门码头坐过的 从这个重庆一直坐到上海 朝天门码头 我们经常看些老照片 也能看到 民国的时候 看战的时候 重庆是陪都 有很多关于朝天门的 一些记忆 一些照片 金子门恰对着镇台衙门 说明它这个地方 主要是行政区 然后楚琪门药材班 医治百病 太平门 老鼓楼 石城暴肿 从每个门都有 它每个门的功能 所以从这些城门的名字 从城门的一些习惯的说法 从城门是K还是B 能够看出来 城门所联系的 重庆城市发展的一些过程 地图是中国古代地理文献的 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我们国家呢 是世界上最重视语图的国家 据说当年大禹住九顶的时候 就曾经在顶上住过地图 那后来在两汉时期呢 我们知道各地方所编的地质 就叫图经 后来呢 北京南北朝时期改为图制 后来呢 就形成方制 现在的地方之中 无论是县制 州制 府制 省制 还是全国的总制 那里面呢 都还有一些地图 这地图呢 对我们了解 当时的地理活动 人类的生活的空间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谢谢 有了地图 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认识历史 从而以更辽阔的角度去展望未来 感谢两位老师的点评 同时也感谢白红叶老师 经过了于途看地名的比拼 红队的两位选手 成功的为本队加上了宝贵的十分 目前处于领先的位置 那么蓝队的选手呢 没有关系 后面飞花令的环节 也许会有翻盘的机会 接下来是文明而动的第二个环节 地名飞花令 请选手抽签 决定答题顺序 抽到定位标的队伍 率先答题 红队抽到了定位标 那就是红队先答题 地名飞花令 四名选手 根据主持人给出的题目 轮流作答 答错 超时 或说出重复答案者被淘汰 若其中一队全部被淘汰 则比赛结束 若两队各淘汰一名选手 胜于两名选手将进行新题目的比拼 最终胜者将为本队加十分 各位选手请听题 请说出含有西字的金县级及以上正区名称 市辖区不能省略市民 西是典型的地理方位词 方位地名 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古代历史事件发生地的大致方位 也对探索历史遗址的地理位置起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 在中国县级及以上正区中 第一名里含有西字的有72个 请开始比拼 陕西省 江西 张家口 乔西 安顺 西秀 甘肃 龙西 这个题比我想象中要困难 心里面还是很紧张 保定乔西 回答错误 可能就是一个台轻敌了 这也说明我们这个比赛 它不光比的是知识储备 还有技战术 还有你的心态 我们这边来对飞花令 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后边一对二 说实话压力还是很大的 陈鹏是已经失去答题权了 我们的比赛继续 沈阳市铁西区 西藏自治区 河北临溪 庆阳西风 清海西宁 河南西霞 四川西苍 河南西华 我基本是抱着一个省在飞 这样的话不太会有重复的 好 竞争非常激烈 说明我们转手之间的水平 伯仲之间 黑龙江鸡西 洛阳西宫 安山铁西 潘之花西区 山西 安徽肥西 杭州西湖 四川西昌 四川西昌 先后出局 恭喜红队的两位选手 又为你们加上了宝贵的十分 闻鸣而动的环节过后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了解一下 两队目前的积分状况 红队一百七十五分 蓝队一百六十四分 恭喜红队的选手 刚刚的二十分啊 一下给了你们以领先的优势 蓝队的选手 后续的打击过程 要继续加油了好吗 接下来是团队对抗赛的 最后一个环节 特别出题人环节 今天我们的特别出题人 将以个人经历的视角 带我们去了解 地名背后的人生意义 一起通过短片 了解一下 岳阳又称千年八龄 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沉淀 陪伴着这座城市 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 也同样敬畏自然 接下来有请本场的 特别出题人 刘晓云登场 有请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来到中国地名大会 第三季 来 小云先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岳阳刘晓云 大家都叫我胖贾 今天我给大家出个题目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 洞庭湖的这个名字 与岳阳的一座山有关 请问这座山的名字是 A 岳阳山 B 803 C 军山 各位选手 请作答 答题结束 来 胖姐 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C 军山 军山是洞庭湖中的 一个小岛 古人们都叫它洞庭山 所以洞庭湖的这个名字 也与这座山有关 那其实像胖姐这样 在长江上打鱼的渔民很多 2020年的1月1号起 中国开始实施 为期十年的长江禁渔计划 曾经靠水吃水的渔民们 要抛弃曾经熟悉的生计 从头开始 我想可能对胖姐 这样的渔民来说 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那你们退鱼上岸之后 接下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 其实说禁鱼这件事 当时大家都是想这样 因为打鱼的话 确实也危险 鱼本来就不蛮多 然后受撑也不是很好 但是大家又没办法 就是只能这样子 一天一天地这样子混了 但是后来进服了 必须要上岸 这反倒也是一个好事情 在我们地方上面 渔民退捕上岸之后 大大小小差不多有三四十家 有的现在去养鱼了 有的去开饭店了 我们退鱼上岸之后 开始是我公公婆婆 他们会做一些这种风干鱼 贴补一下家用 当时的话风干鱼 在我们当地还是蛮受欢迎的 所以我跟我老公 也开始来做这个风干鱼 胖姐制作的风干鱼 采用的是洞庭湖一带渔民的传统手艺 原来渔民把吃不完的野生浮鱼 制作成风干鱼 金鱼之后 当地开始发展养殖业 给制作风干鱼 提供了充足的货源 这是生态养殖鱼 现在代替了邓丁府的鱼 好好压生鱼 别看胖姐现在对买鱼 制作风干鱼非常有经验 最开始转型的时候 可是困难重重 最难从那个破鱼开始 从来没有破过鱼的人 拿那个鱼它乱蹦乱跳 常常我们的手道具都是受伤的 后来疫情又来了 大家饭店里面都停业关门了 所以我们是直接受影响的 当时我弟弟跟我打电话说 你可以学一下电商直播卖鱼呀 没办法 我就逼迫自己再努力一下 所以就开始了直播 那您在网上卖鱼这件事 您家里人是个什么态度呢 我们家里人的话 他们对这个不了解 所以他们是反对的 我的公公啊 我的老公啊 他们总感觉我是不务正业的那种 一天到晚拿着手机去瞎折腾 有一次我直播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直播架 对着破鱼的现场嘛 我老公一生气 把我的手机支架就丢掉了 那您当时什么感受啊 我当时特别的委屈啊 这么多年来家庭的条件 从什么样走到现在 我也想家里的这个鱼卖出去 想让生活变好 我也一直都在努力 慢慢的就是这些网友啊 他们就给我点赞的越来越多 记得有一个视频啊 上了乐门 当时的浏览量就有六百多万 当时一天就涨了一万的粉丝 那这一天卖了多少鱼呢 卖了有一千单 如果说这样子 我们每天就销得这么好的话 我一年也可以搞个一二十万了 我发现胖姐特别的朴实啊 从她的语言 从她的表情当中 虽然很简单 但是透过说的那种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特别感谢您 能来到我们的现场 胖姐 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好 谢谢 谢谢 刚才呢我听胖姐 讲她自己的人生故事 我在那个过程中 我想那个胖姐呢 她是一个普通的人 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在我们看来 好像是在为她的小家 其实呢 她是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也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国家齐昌 长江十年禁鱼 这是从保护生态 保护这个鱼类 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做出的一个决策 这个决策肯定会 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 但是如果不禁鱼 那后果会怎样 在大鱼的时候 她就曾经做法令 法令美西到三月 网不得入水 一成鱼鳖之长 她的目的呢 都是为了维护生态的平衡 为了使社会能够 可持续发展 看起来对一些人的利益有险 但从长远看 肯定是利大于弊 那胖姐呢 她自然就转型了 去做她的风干雨衣 她不仅做 而且做得很好 做成了典范 她的做法应当说 也是支持了国家的建设 所以我说她是有 加过情怀的人 谢谢 谢谢 这些年来啊 感谢我们政府 给我们的这个扶持啊 帮助啊 之前我们自己赛于 就是焊两个铁架 放点竹膏 就这样子赛了 但是后来政府他们出资 就给我们在 洞庭福的大提上 建了十里长篮 为了推广我们这些 特色特产啊 给我们申请了 国家地理标志啊 像现在的话 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游客 到我们这边来买鱼啊 吃鱼啊 然后就是我学直播 刚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这个直播架 四十分钟 我一句话都不敢说 特别的害怕 但是后来我们政府 他们就安排了 免费的这种培训班 就教我们怎么样去直播 带货啊 怎么样介绍我们 当地的这个风干鱼啊 特产啊 感谢政府 我家住在洞庭福的 大提上面 现在的话 那个鱼啊 从水面上跳出来 我们员工还会笑着说 是不是等到十十年的时候 这个鱼啊 它会自己跳到 这个岸上面来 长江禁鱼计划 已经见到了效果 这是本地渔民说的 已经看到鱼跳出来了 真的希望十年之后 就像您说的 鱼能够跳到网里来 谢谢 谢谢 谢谢胖姐 为您点赞 接下来请胖姐 移步到我们的地名定位标签 完成属于她的地名收录仪式 请点亮 洞庭鱼米香 月牙好风光 我在这里用风干鱼 晒出我的美丽能声 这就是这个地名 会有我的意义 透过地名看见中国 中国不仅有五颜六色的土地 更有缤纷的色彩 涂抹在地名之上 一千九百多年前的 汉书地理志中 就有黄河 蓝田等彩色地名的记载 北魏时期的水晶柱中 又出现了青海的名字 热情洋溢 充满希望的红色 在中国的地名中最受青睐 几乎每个省 四周区和直辖市中 都能找到带有红色的地名 黄 黑 白等几类颜色 也经常出现在地名中 这些颜色地名 用最直观的方式 描绘出斑斓绚丽的七彩中国 本场团队对抗赛到此结束 到底哪一队能够进入 接下来的个人对抗赛环节呢 一起来看大屏幕 恭喜红队胜出 那也意味着本场的冠军候选人 将从红队的25名选手当中诞生 接下来个人对抗赛三轮突围马上开始 个人对抗赛规则 获胜队伍的25名选手 将通过三轮突围题目的考验 产生两名选手 进行最后的地名天梯对决 请听题 根据标签写出地名标签线索 指向的县级行政区 请展示标签 在初始标签的过程中 随时可以答题 答题结束 正确答案就是陕西神木 三颗鼓松 设计到神木这个地方名称的由来 那么在古代的临州城东边 有三颗鼓松 说是唐朝时候所种的 粗的话两三人合报 我们想一想 在山北这样的地方 有这么大的鼓松树 还是蛮神奇的 所以被称作神木 那么经朝的时候 因为这三颗鼓松 而把这个地方称为神木寨 到了元朝的时候 实际上准确说来 是蒙古的时候 但是还没有建元朝这个国号 4元6年1269年 又把这个地方称为神木县 所以经常拿神木 来称这样子的名字 所以这三颗鼓松呢 涉及到了这个 神木地名的由来 当然了 为什么叫神府呢 神木又有神府的别称 1930年代吧 到解放初期 曾经把神木和福谷两个县 分出来了一个神府县 后来又并入了神木 所以那个神府呢 在这里也是一个地名变化的 一个过程 好的 谢谢胡老师的解读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状况 25人当中13人答对 答得最快的是哪八位选手呢 恭喜这八位选手进入到了下一轮 请继续听题 神木历史悠久 境内人类聚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以前 这里也有着史前城旨 请问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请作答 答题结束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必时髦一致 七人答对 一人错误 那么谁是七个答对当中 排名最前的前四位选手呢 黄华 戴金旺 西安 江硕 富平 张成磊 白山 雕折 地名之最第三轮 各位选手请听题 请问以下哪首诗词 是描述神木式边疆风情的 请作答 答题结束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瑜伽奥 林州秋辞 瑜伽奥 林州秋辞 他的作者是范仲燕 这首诗写来神木 在中原王朝和边疆民族之间 在军事 在交通各方面的特殊的地位 神木这个地方啊 是内地 龙根民族 龙根民族跟北方草原民族先接见的一个地方 是山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战略的要点 所以我接着胡老师讲的说两句 我接着胡老师讲的说两句 这个时茅遗址呢 它就是位于陕西省的神木市 时茅的考古发现 并认为是石破天惊的发现 它在中国 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时茅遗址规模宏大 它的总面积达到四百万平方米 在内城中有一个黄生台 这个黄生台呢 它是由八级十阶所组成的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六十多件非常重要的文物 那时茅城是什么实践的城市呢 经过碳四测定 证明时茅它最早建于公元前两千三百多年以前 谢谢川淮老师 四位选手当中 谁能够成为接下来的冠军候选人呢 恭喜我们的两位选手黄华戴金旺 富评张成磊 有请两位上台 恭喜二位 恭喜 大家好 我是黄华戴金旺 来自以英雄命名的城市 中国东藻之乡河北黄华 我是一名参加过三级地名大会的老选手了 以前的成绩总是不太理想 但是我的领导 然后我的家人都非常支持我 所以我又回来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富评张成磊 一名来自陕西出境边防检查总站的边检警察 寻华夏之根月五金富评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富评做客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冲上天梯 其实相对也是有一些信心的 请两位选手抽签决定答题顺序 抽到定位标的选手率先答题 富评张成磊抽到了定位标 将率先开始答题 接下来让我们马上进入最终环节 地名天梯 地名天梯对决规则 本季邀请了来自全网的热心网友 作为云端出体官 为两名选手在线出体 第一名天梯的34级台阶代表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 每一道题皆具有各省级行政区地理人门特点 抽到定位标的选手率先答题 一方答错则交换答题选 以此类推率先完成34级地名天梯的选手 将成为本产冠军 请开启天梯 不评张成磊开始答题 第一题 北京 正确 定望角卡门 香港 正确 第三题 湖南 第四题 中祥谈龙菜 湖北 第五题 西湾大桥 澳门 第六题 人生果 乃加高 这道题有点难度啊 加油 加油 天金 错误 错误 正确答案是西藏 请黄华带金旺开始答题 第一题 甲雨关 甘肃 正确 第二题 燕门关 山西 第三题 北京 北京 第四题 南部关 河南 第五题 电影 南图腾 内蒙古 第六题 电影 小宾张嘎 河北 正确 第七题 电影 铁道游击队 山东 第八题 民资松龙 西藏 第九题 吉林省顿 天官 新疆 第十题 白山蓝眉 吉林 第十一题 水泄州 澳门 第十二题 师母州 台湾 正确 第十三题 沙拉 沙拉 云南 正确 见过的题目相对来说也比较多 所以就能答对一些 好像有一点 难有一点偏的问题 第十四题 歌曲 红色娘子精连歌 海南 十五题 歌曲 东花江少 黑龙江 十六题 红花港区 红军山 烈士人员 贵州 十七题 韩三烈士庭园 天津 十八题 红花港起义 广东 十九题 黄马起义 湖北 正确 第二十题 雾园装雕 宁夏 第二十一题 寿山石雕 福建 第二十二题 幸远玉雕 辽宁 二十三题 热工艺术 青海 正确 第二十四题 耀德阳 陕西 第二十五题 岳周阳 湖南 第二十六题 金山雕 金山雕 江苏 正确 我们从川湖声 也能听得出来 黄华戴金旺的实力 真的非常紧张 搭帖的机会都没有 第二十七题 苏牛尧 安徽 第二十八题 关塘码头 香港 第二十九题 武康大楼 上海 第三十题 降级台河期前 重庆 第三十一题 江岭 江西 正确 第三十二题 云和梯田 还有一二三 广西 浙江 四川 广西 浙江 四川 浙江 正确 看过了很多选手打天梯 所以对于内容 也有一定的答题策略 所以对于内容也有一定的答题策略 黄华戴金旺 第三十三题 金坑 广西 正确 第三十四题 高坎 梯田 应该还有四川没有说 四川 正确 恭喜黄华戴金旺 成为了本场的单期冠军 因为我跟黄华戴金旺 算是老朋友了 太熟了 咱们是一回三二回 是不是三回就成小朋友了 确实啊 沉着冷静 酒精考验 一路过关 您的表现是相当好 今天尤其出色 谢谢黄老师 赖金旺 确实成熟了 知识积累 比过去呢 要增加了很多 精力素质 比过去也提高了很多 所以呢 今天 他的表现呢 真是可圈可点 谢谢黄老师 成为呢 一个人是新选手 在知识储备方面不够 所以我觉得呢 反复地练习 把每一个提醒都弄清楚 在上场的时候呢 沉着发挥 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谢谢老师 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点评 地名相遇 让文化交融 感谢各位收看 由优质生活创想家 华侨城集团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地名大会 第三季 华侨城创新文旅融合 不能美好生活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北京断纯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